野谭来了 首先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 给大家通告一下 亮马桥路恢复交通了 他们发信息到我手机上 因为这几天 我一直经过日本大使馆所在的亮马桥路 所以我也经过 对你也经过了 有什么感觉观感 就是交通歧睹 那边歧通上不让开 没错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 这几天一直有人在问我 说你们怎么不讲钓鱼岛 这都游行的 都风头火势的 所以我得跟大家解释 头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 就这两天录像 所以注定我们就是个马后炮的节目 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一直在观察 一直包括我们的记者 我们的主持人 都在亮马桥附近在观察 比方说我们其中一位记者 拍了一段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看一下 亮马桥路 就是日本大使馆门前游行的一个状况 这边是带声音的 钓鱼岛 中国的小日本 回头去 钓鱼岛 中国的小日本 回头去 钓鱼岛 中国的小日本 回头去 你看我给大家出的都是理性的 比较可以作为模范样板的 对吧 当然我们也汇集了一些照片 也可以跟大家看看 没趣的朋友 你可以一起领略气氛 这是在河南商丘 毛主席也出来了 再看下一张 这是盛矿 你看中日宣战 血洗东京 人山人海 在全国多个城市了 你再看下面 这就是文明侠尔的杂车片段 再看下面 你看这也是我们在北京街头看到的 这北京方言不服打压 这还是理性爱国 还是这个状况 看见没有 你看这个要什么 要钱捐钱 要命捐命 这叫理性吗 你的标子太低了 这是他的理性 来来来看下面 这位老伯 你瞧 穿成这样 转了一圈 在街上转 说老汉今年78 难忘南京大屠杀 亲眼什么目睹 枪毙古兽夫 玩火自焚 遭唾骂 什么等等 再看下边 这就是亮马桥路 你知道这条路不让走车了 就是专给游行的走 然后你看下边 这西安的一位小哥 我就说真善良 你知道他那牌子上写的是什么 前方什么 前方杂车 日系掉头 前方杂车 日系掉头 提示 你没错 要谢谢他 要谢谢他 没错